哈喽,盲鬼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卡蒙电影,我是小卡 今天的小卡给大家介绍一部印度悬疑电影《武杀满天际》 话说呢,在印度一个不知名小镇上,生活着男主角一家 男主角名叫维杰 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 维杰是一个贩卖电器类产品的老板 平时没事就喜欢待在店里面看电影 而且很喜欢从电影里面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就比如这天,维杰在饭店利用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 帮助老板和当地一个建筑承包商 端奏了一个胡作非为的流氓警察 不过维杰却也因此和流氓警察结下了梁子 维杰本以为生活会就这么永远平静下去 可是好景不成 这天维杰的大女儿安九参加学校夏令营 遇到了一个叫萨姆的变态男同学 这个萨姆居然在夏令营偷拍安九洗澡 在夏令营结束后 还拿着视频来威胁安九 扬言说如果不和他一起做广播体操 就把视频发布到网上 当天萨姆约安九晚上来到他家小树林见面 萨姆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谁知安九已经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 晚上安九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了约定的地方 安九母亲恳求萨姆放过安九 萨姆却怎么都听不进去 双方争执之时 安九一棍打中了萨姆后闹勺 萨姆当即倒地身亡 眼见死了人 安九和母亲连夜在后院挖了个坑 就把萨姆埋了 不过这一幕刚好被小女儿看到 第二天一早 维杰回到家里 得知萨姆被女儿误杀后 脑子里面立马想到了电影中的故事 他决定实施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 当天维杰拿上萨姆的手机 开着他的车到了隔壁镇子 在隔壁镇子上买了个手机 然后把萨姆的手机卡装进去 扔到路边的卡车上 最后把萨姆的小轿车沉到废弃的踩石场户地 下午则跑到当地的一个餐厅买了四份食物 再到电影院买了四张电影票 接着到ATM机取钱 还故意让旁边的摄像机拍到他的脸 最后买四张汽车票回到家里 就这样假装他们一家这一天都来过这个镇子 回到家里 维杰开始安慰家人 告诉老婆和孩子 他们将在未来两天出去游玩 就这样第二天维杰带着一家人来到隔壁镇子 听一个大师念经 尽管这个大师念经的活动已经在昨天结束 维杰还是一路上在跟别人讲 他们一家都是来听大师念经的 随后维杰和家人来到宾馆住宿 第二天再到同一个餐厅吃饭 到同一个电影院看电影 这两天时间里 把男主之前做过的事情全部重新做过一遍 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让家人真正的体会到自己来过这个镇子 这样的话 就算以后警察来盘问他也不会说漏嘴 另一方面就是持续重复的告诉路人 他们一家是在萨姆被杀那天来的 这样就可以做到拥有不在场证明 不久之后 萨姆的警察母亲发现萨姆不见了 立马展开了调查 很快就找到了被维杰沉在湖地的汽车 而之前的流氓警察看到汽车照片后 想起来 自己之前就看到过维杰开过那辆车 警察便开始调查维杰一家 由于维杰提前和家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当他们面对警察询问的时候 警察没能找到任何破绽 不死心的警察甚至还找来了隔壁镇子上的各个老板 餐厅电影院宾馆的老板都被叫了过来 不过他们每天哪里有时间记着些小事情 只记得当初男主跟他们讲过的话 所以他们一直认为 男主一家都是在萨姆消失那天去他们那消费的 维杰一家就这样拥有了不在场证明 看到维杰一家表现得如此毫无破绽 萨姆的母亲认为维杰的一家肯定有鬼 所以他只好使出了杀手键 直接命令之前的那个流氓警察开始言行逼购 小女儿被打之后就说出来 那天晚上看到姐姐和母亲后院埋人的事情 警察来到后院一阵折腾 果然还真挖出了东西 不过却是一只死狗的尸体 架脚此时有大批民众和记者来到维杰家围观 维杰趁其讲出了流氓警察大小女儿的事情 被激怒的民众瞬间冲上去围着流氓警察大 警察们意识到事情不对 连忙撤退 而萨姆的事件也到此结束了 电影的最后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其实萨姆的尸体早已经被维杰转移 就埋在新建的警察局底下 所有人都不可能找到萨姆的尸体 看完这部电影 小卡就想说 这男主发是小卡的忠实粉丝吧 一定看过小卡姐说的嫌疑人X的现身 所以才学习到了如此的满天过海之术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白了个白